第五 文革十年 对经济的破坏 时间 1966到1976 这十年 对经济的破坏 对经济的打击 那更是毁灭性的 毁灭性的这十年 那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是诞生在文化大革命的 漫天红旗当中 我有印象 当时文革结束都是 我快五岁了 我有印象 那会我记事了 绝对有印象 所以 这十年的 保守的估计 中国的经济损失是5000个亿 5000个亿 5000个亿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也就是说 咱们从49年 中共建政之后 中共政权建立之后 你修铁路 修公路 修桥梁 盖工厂 固定资产投资 5000个亿 文革这十年 荡水的钱 就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整个经济萧条 那会都 都那什么 不上班 跟家闹革命 学生不上课了 闹革命 工厂不上工了 闹革命 连军工厂都闹革命 打派仗 生产出来的武器全是废品 到前线就火炮炸糖 枪子拐弯 全都干这个 所以整个这十年 使得中国 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越大 越大 这 刚才那个是 是什么 第四 就是第四单元的 这个第三单元的第一课吧 对吧 第二 第二 该这个二了 对吗 是这个二吗 对吧 第二 经济改革 小平同志 吹响了经济改革的号角 那经济改革 那么这个经济改革 首先是从什么领域开始的呢 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 在什么背景下 开始的呢 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呢 大家知道这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吗 召开了哪一次什么样的会议 哪年 记得吗 有印象吗 很好 哪年知道吗 七八年 很好 写一下 写一下 这个内容要滚瓜烂熟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了这个改革开放 把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原来是以什么为中心 接约争 现在呢 是这个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把这个 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这个经济建设上 所以中国才有可能开始这个改革开放 那你这个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村问题 因为当时中国两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 饿死人的事年年都发生 外出要饭的这种事太多了 这种事太多了 所以你首先就要改变这种状况 怎么改变 中国这个中国人种地种了几千年 不是中国人不会种地 而是你现在的这个经济体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它那个经济体制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呢 就是人民公社 几个村 现在可能应该叫乡了 几个村 几十个村的自然村 那土地是大家公有的 劳动的时候 大家一块劳动 早上起来一敲钟一吹哨 扛着锤刀下地 到地里大家一躺 张家长李家短 王家媳妇不要脸 开始聊 到中午收工 然后下午磨蹭磨蹭 这一天就结束了 我去不去一个样 我干不干一个样 干多干少一个样 那我就怎么样 不干了 多劳不多得 少劳也不少 然后遇到饥荒年 我宁可外出要饭去 我也不跟这干 因为我干完了 这东西怎么样 也不归我 归大家 我凭什么养活你 我要饭去 要着我全是我自个儿了 所以你这种体制 是必须要改变 要打破这种体制 你不打破这种体制 经济就没法发展 于是 特征 改变了 这个体制改变了 开始实行 什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旧的体制被打破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还是谁的 就是集体的 咱们相公有 集体的 但是分到个人手里 一块一块的分到个人手里 分的是什么权 使用权 不是所有权 土地归你常年使用 给了使用权 不是所有权 给了你使用权之后 它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就是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积极性就怎么样 提高了 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除了鸦片 什么挣钱 我挣什么 市场什么卖的洞 我挣什么 我种什么 当然生产积极性就怎么样 提高了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交购国家的流租集体 生给全是自己的 就这么来发展 所以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 另外 在当时强调了一个 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 中国 近代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 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这是必然的趋势 但你怎么样算是你的工业社会确立 工业人口要超过 城市人口要超过农村人口 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 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要低于15% 咱们现在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是没问题了 但是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 预计咱们到2045年才能完成城市化 英国是1852年完成的 比我们早了193年 我们要到2045年才能为城市化 北京现在什么样你已经看见了 如果完成城市化 农村人都进北京来 那么北京还能呆吗 现在都已经这样 如果说到那个时候 楼就得100层 居民楼1000层 天天停电 下楼跳伞 上楼家里窗户外面一框 你还别晕车 你爸给你淡上了 公共汽车得6层 双层不够了 6层都不能拐弯 一拐弯不翻了 只能执行 你说我想去那边下来 倒车 你下不来 那里边的人多的 那会儿 我们说5环6环 27环都堵 27环都堵 从海淀去朝阳 得绕世界装 所以你想 你不能把人都淤的城里来 怎么办 计划生育也没用 计划生育也没用 你只能让农村就地消化农民 把农村变成什么 城市 现在中国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 人都往大城市里涌 拉美化了 最可怕 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 城市向欧洲 农村向非洲 然后人都往城里涌 然后城里就越来越乱 拉丁美洲就这样 咱们现在要解决 你要发展乡镇企业 你乡镇企业发展起来 它才能由农民变成工人 农民要脱贫 不能种地 除非种鸦片烟 那麦子能卖多少钱 你农产品能卖多少钱 必须得发展 我上大学的时候 天津有一个大秋庄 四千多人 年产值四十个亿 九几年四十个亿 我记得重温区是三个亿 别人一村四十个亿 能是种地吗 你看 后来不宣传它了 因为那个庄主 非法拘禁 他人致死 出事了 四十个亿那一村 整个那一村 八个大学生种地 种全村的地 就八个大学生 别人都不种地 做买卖 你看 现在不宣传它了 就老宣传什么 华西村什么的 都是好几十个亿 那一个村 它能是种地吗 北京有一个寒村盒 听说过吗 能是种地吗 都去过吧 韩建集团 人家干嘛 盖楼子 现在和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 对吧 什么餐饮 旅游观光 生态 对吧 所以它就要发展乡镇企业 让农民离土 不离乡 离土不离乡 你如果离土离乡 那城市就该爆炸了 咱中国你再怎么计划生育 你基数在这摆着呢 而且现在这个政策是越来越 最起码它不严禁了 它迟禁了 争一眼闭一眼的事越来越多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确实有很多 这个弊端 你比如说外一阵打起来怎么办 我就这一个儿子战死了 为国捐躯了 我怎么办 我们二老靠谁去 你说这一个孩子的话 你要养多少个老人 父母 岳父岳母 对吧 你四个老人 俩人养的过来 所以它确实有问题 确实有问题 但是你不坚持又不行 咱现在这么控制 还一年八百万的 所以就说 它这要解决 就是解决什么呢 你这个农村的人口 就地消化了 你看咱们中国七八年 22亿亩耕地 9亿农民 现在是18亿亩耕地 7亿农民 所以就说 耕地面积减少了4亿亩 但是农民减少了2亿 减少了2亿 所以人均耕地面积并没有下降 你最后肯定是 耕地面积越来越少 对吧 石英山游乐园 79年我就搬到他边上住 那是一片桃园 那桃子这么大是 是吧 八分钱一斤 可劲造 年年夏天又吃了拉肚子 是吧 你想八分钱一斤 我们都不花钱 就去偷进去摘去 摘 进去摘 他那个桃园的梨巴 都是那个桃枝子边的 一巴就开了 钻进去 钻进去 一擦个孙猴的 先吃饱了 没人看着拿几个 有人看着先吃饱了 是吧 那都没有化肥的 真的这么大个 不骗你 是吧 给小孩脑袋那么大 是吧 给小孩脑袋那么大 真的 真的 一顿吃俩 你根本吃不了 撑死你 撑死你 我们都强着你吃 多不容易 就爬进来一趟 是吧 大头儿 是吧 现在不是石英山游乐园了吗 是吧 游乐园了 那个 现在地铁叫八角游乐园站 是吧 原来叫八角村 叫了多少年 八角村 我现在叫八角游乐园站 是吧 那会儿我们搬到那 因为我爸他们单位 在那 一说都是 不是手钢 是什么机电部 是吧 就那个4444电子工业部 搬在那 你说住在哪 住八角村 都不好意思跟人说 你成农民 住八角村 是吧 现在你看那 五环以内算市区了 那都算市区了 那点 是吧 就是道理 所以北京现在大得没边了 是吧 没边了 北京原来都是远郊都叫什么县 现在都改什么县了 好像就延庆和秘运还是县吧 剩下都是县 县就说明什么 就是城市人口 就完成城市化 县就证明他没完成城市化 是吧 就包括那个 有的叫市 是吧 就河北省什么市 什么县 反正叫什么市的 他也是县级 叫什么市的 就证明他完成了城市化 叫什么县的 那就是还没完成 那以后就可能都是市了 这县这一级就没了 那就是省市就可能就是没了 这个就 是吧 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农村一改革 就推动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的确立 大家知道 跟市场经济相对的是什么经济 计划经济 我不知道我讲过这个 好像没讲 没跟你们讲过 著名经济学家张武长先生 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有一个特好的比喻 他说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的区别在哪 现在有两男两女 八十多的一男一女 二十多的一男一女 计划经济是让八十岁的老头娶二十岁的少女 让八十岁老太太嫁给二十岁小伙子 因为无法繁育后代 人类灭绝 市场经济是怎么着 八十的找八十的 两人一块烧 是吧 然后二十的找二十的 是吧 二十的找二十的 将来好生育后代 他说这个就是 就你计划经济完全就是怎么样 乱来 完全就乱来 忽视市场价值规律 用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 北京市锅炉厂的锅炉 国家指令你卖给手钢炼钢 手钢的钢 国家指令你卖给北京市锅炉厂炼锅炉 你俩人自娱自乐了 是吧 我给你钢 你给我锅炉 我给你钢 你给我锅炉 我是邯郸市锅炉厂 我也想买手钢的钢 行吗 绝对不行 今天行不行 太行了 你锁马里锅炉厂都没关系 你只要给钱 对吧 你只要给钱 当时不行 国家没计划把手钢的钢卖给你 你买不着 是吧 我这钢 成本 1000块钱一吨 国家计划你卖给锅炉厂 300块钱一吨 是吧 我这锅炉出厂价20万 国家计划你卖给他5万 差价怎么办 国家补 国家就把钱从这兜掏出来 搁这兜里面 无所谓 国家补 那你作为一个厂长 你不是感到很幸福吗 我这个产品质量用管吗 不用管吗 锅炉裂了 因为你手钢的钢不好 甭废话 因为你给我的锅炉不好 是吧 你给我的锅炉不好 我练的钢就这 我练的钢不好 你给我的锅炉就这 是吧 质量你不用管吗 市场你不用管吗 你不用管 为他的销炉发愁 再烂的东西他也接着 对吧 因为国家计划 你必须买 是吧 你什么都不用管 那厂长 好当宝当 我就关心一下我们单位的 幼儿园办的怎么样啊 小朋友吃的好不好啊 是吧 谁家娶媳妇了 我去蹭个喜仙啊 谁家死人了 我去鞠个宫啊 到红武院 咱比赛一下吧 是吧 所以人外国人那会来中国一看 你们厂长干的是市长的事 市长干的是厂长的事 是吧 市长整天发愁 我们这市经济怎么怎么整天发愁 是吧 厂长干的是市长的事 是吧 国外市长都是 尤其这小城市市长 好像都是兼职 因为他市长就是管什么呀 文教卫生啊 福利啊 就这些事 是吧 经济他不管 咱俩完全蛮宁 完全蛮宁 所以你想这计划经济 他能搞得好吗 所以他们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忘了 具体我忘了 沈阳俩工厂 一墙之隔 就隔离堵墙 一个生产光缆 一个生产铜材 电线外边的包铜啊 对吧 咱俩就隔离堵墙 我把墙扒开 你把铜给我运过来就完了吗 不成 这个铜要先运到云南去 因为中国的铜业集团在云南 你得把铜生产出来之后 交给你的上级公司 你上级公司在这云南 然后你要生产电缆 需要铜 你跟云南申请 再把你的邻居链的铜 从云南拉回来 这个经济多伟大 对吧 你胡来 所以咱一看 得搞什么经济 市场经济 不能这么胡来 你知道 你一切按商品价值规律办事 你哪能这么胡来 所以开始搞市场经济 第一步